康师傅绿茶的品牌代言 易烊千玺即将闪亮登场 千玺和康师傅绿茶 已经携手走过了两年的时光 他出道多年 给人一直以来保持着 勤奋努力敬业的专业形象 给人的感觉呢 当然是阳光积极 清新有活力 这一点呢 和我们康师傅绿茶的定位 是不谋而合的 千玺呢也很努力 这两年 不管是影视剧啊 音乐啊舞蹈啊时尚 各方面都展现了自己 不同寻常的实力与魅力 各位 接下来不用我多说了 让我们一起掌声 有请我们康师傅绿茶 品牌代言人 易烊千玺 有请 欢迎清醒 来 清醒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 还有线上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易烊千玺 来 一开始通常都要先小尬聊一下 所以先来问一下千玺 因为今天的千玺来到我们康师傅绿茶 新兴活力的品牌发布会 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最近的一些工作的进展 也是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虽然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 前段时间 前两个月就是 扎在剧组里面拍戏 然后 那段工作忙完之后 出来就忙一些 商业性的拍摄 是 还有一些包括演出啊 包括一些新的音乐作品啊 都有跟我们见面 对不对 对 然后电影呢 现在大家也大概都知道时间了 对不对 你们不要光忙着拍照 要跟我们互动啊 我们不是两个人互动 我们是全场互动好不好 好 那其实我必须要说 因为千玺出道也 有七年的时间了 是吧 哇 都七年了 好 在我的印象当中 其实她一直也非常非常的努力 这个问题啊 千玺要认真的来回答我一下 就是你究竟有什么秘诀 可以一直保持 清新活力呢 我觉得就是 一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嗯 就可以 没了哈 当然 我们还要喝康师傅绿茶 非常好 这个回答简直是完美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小小的互动 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我们康师傅绿茶了 我们要一起来一个小小的互动 要请千玺 跟我们一同来完成一下 我们要先请我们工作人员 把道具给我们上上来 来 先上道具 好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我们这边呢 会有很多我们随身 都会携带的一些东西 来 千玺我们一起走到这边来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了 在笑什么 谢谢啊 知道了 你们也 你们也互动得过于频繁了吧 好好好 来 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都有什么 这个是我们最近经常会用到的口罩 对 然后有一个苹果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个是那个健身用的那种弹力带 健身的弹力带 然后 你们好会撩 我跟你们讲 这个是窗口贴 然后这个是 消毒的 酒精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是一本 记事本 这个是一个小风扇 这是一个 彩色铅笔 毛巾 笔袋 然后当然少不了我们的主角 康师傅绿茶 接下来呢 是这样子的 我呢要给你几个不同的场景 然后呢 你会告诉我们 在不同的场景之下 你会选择哪些装备出门 好不好 好 第一个场景 来先说一下 如果千玺要去图书馆 毕竟也快开学了 对吧 要去图书馆 不知道千玺会带什么东西呢 笔记本 那个说我的 你给我站出来 笔记本 笔记本 还有呢 然后笔袋跟 笔 笔 还有绿茶 好 带来四样东西 笔记本 笔 笔袋 还有康师傅绿茶 没有你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第二个场景 如果在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拍戏的时候 或者是拍杂志的时候 你会带上什么东西呢 绿茶 好 然后 苹果吧 苹果 对 没了 这个会被带 拍戏的时候用得到应该 用得到吧 对 就是小风扇拍戏的时候 一般都会用得到 好 再来看一下 如果是和家人 跟朋友相聚的时候 有哪些东西是必须带的 绿茶 然后 洗手液吧 洗手液 对 跟家人相聚 保证他们的那个健康和安全 对吧 还有什么吗 好像口罩 跟家人相聚 在家里口罩应该还好 对 还好 是吧 出门是要戴口罩的 所以总结一下 答案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 这个游戏的互动的总结的 就是一句话 一样迁徙啊 不管走到哪里 他都要戴什么 绿茶 什么绿茶 好的 回答得非常棒 尤其是我们的康师傅绿茶 好 那我说到这里 我要插播一下了 先写 这段我来了 康师傅绿茶 精选 两叶一新绿茶 富含茶多酚 茶多酚能干嘛 抗菌消炎 抗氧化 防辐射 提升抵抗力 更有天然蜂蜜 滋养身心 绿茶加蜂蜜 清新添活力 带来活力 好心情 我相信这一点 千禧应该是 深有体会吧 是的 好 那这样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回到舞台中央吧 我们请工作人员 先把这个道具来撤一下 来来来 我们回到舞台中央 好 那其实呢 我要跟千禧来聊聊天 这次在开学 其实也好久没有去学校了 对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次在开学 都要上大三了 对 我的天 千禧都上大三了 一边读书 一边工作 有没有什么时刻 会让你觉得 就特别累 特别辛苦的时刻 可能就是工作 比较繁忙的时候 对 会 你会 你是那种会 就是 情绪会那种 你应该不会 特别展露情绪的那种人 不太会 一般不太会 一般不太会 那工作人员他们会 发现你累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一些方式吗 会给你喝一点 康师傅绿茶吗 会 会的哈 我们呢 其实千禧 作为我们康师傅绿茶的 品牌代言人 我想问一个 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 一杯好茶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 茶香和它的口感 比较重要 对吧 那其实今天呢 我们也特意安排了 一堂茶文化课 帮助大家能够更好地 了解中国的茶文化 和我们的康师傅绿茶 那再给我们上课的 这位老师呢 其实刚刚各位 在开场的时候 已经看到他了 他也是非常的大有来头 他也很年轻 就是一位 跟我们一样年轻 他是一位 九五后的 新晋茶艺师 他叫做徐黄涛 他曾经荣获 第二季的 湖南卫视茶频道 最美茶艺师 全国总冠军 第五届的 中华茶奥会 茶演说家的冠军 以及2018年 WTBC 中国精品茶叶 冲煮大赛的冠军 所以我们掌声 欢迎我们的 徐黄涛小哥哥 有请 你好你好 主持人好 学校那小哥 他还有个外号 叫小九 所以我就暂时 叫他小九了 小九今天有个使命 就是要跟我们分享 一些茶的一些知识 对的 今天带了一些 跟茶相关的小知识和问题 跟千玺 还有大家一起分享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先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就是你先来要不要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对 因为茶是我们中国的国饮 其实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然后现在很多人会觉得 对于茶有一些严肃和古板的标签 其实喝茶是一件可以复杂 也可以轻松简单的事情 对 像历史当中 我们唐代人煎茶 送人点茶 名人泡茶 一直到明清之后 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六大茶类 对 六大茶类 对 对 对 我做了一个小 我说你为什么眼睛看这 对 有 绿茶 白茶 黄茶 青茶 红茶 和黑茶 对 这个是我们今天中国茶的一个主流的分类方式 还有青茶呀 对 就是乌龙茶 比如大红袍 对 那就正好有第一个问题 想要问千玺和大佐哥 就是这六大茶类里 你们觉得哪一类是历史最悠久 千玺 闭着眼睛答到问题 那当然是绿茶了 对的 对的 非常非常的机智 谢谢 绿茶其实它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品饮绿茶其实成长着一种 我们中国人不识不识的一种 哲学饮食的理念 同样绿茶其实不仅好的绿茶工艺品种和地域很重要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采摘的等级 在上场之前我画了一个小小的漫画 对应该下一张上有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猜一猜 在这四个鲜叶采摘的等级里面 哪一个是两页异星 应该也很明显对不对 对 两页异星顾名思义是 你干嘛他还没回答你就 着急Cue流程是吧 没有 先写第几个 上面都打出来了 对啊怎么就直接打出来了 要留一点悬念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 对 哇 我们又不小心回答对了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多不容易啊 来 两页异星其实就是顾名思义 非常好去理解它的一个采摘 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 两页异星也是我们现今很多知名的绿茶的采摘等级 因为它既综合了当牙的鲜爽 但是当牙相对鲜爽又比较弱一些 大叶相对浓郁又比较苦涩一些 所以两牙异星其实是一个非常棒 既鲜爽又富裕的采摘等级 就综合表现最高最漂亮 对的对的对的 今天我看到那边因为道具都已经摆上了 是不是你要在现场来教我们一下 就是就是一些互动的一些方法 就究竟这个好的绿茶嘛 对 应该怎么来喝 对第二个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一步到这边 好的绿茶应该要怎么喝 来来来 我准备了一些绿茶的常见的主炮器 对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玻璃杯 因为绿茶形比较美 玻璃杯可以很好的光汤色和看外形 然后千玺平常也很喜欢自己喝茶 对不对 有没有使用过这个器皿 有过 有过对不对 有使用过就说明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老茶客 因为盖碗它其实是很多茶行业 我们做审评 或者是行业当中大家非常爱用的一个主炮器 它非常好的可以光看汤色 选择注水点 包括说可以很好的看夜底 所以可以更综合地分析一泡好绿茶的多方面的因素 是这个盖碗 对千玺用过我们今天就一起跟大家一起来讲解和体验一下 好的 因为就是我们就用相对温良的水 然后来展示一下盖碗的一个出汤的状态好不好 如果说我们在投入茶叶之后 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加入水可以选择边缘定点租水 或者是缓绕租水 这样的话在我们绿茶可以充分地浸润 少少降温 然后拿捏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千玺之前用它有没有被烫到过 没有 没有 那说明非常厉害 因为使用盖碗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容易被烫到手 所以我们拿捏的时候要将它茶水分离 最好是拨开一个两毫米的小口 食指和拇指 中指和拇指捏在对边的一个直角上 然后我们的食指轻微卷曲 第一个指节抵住我们的盖子 防止它滑落 老师你今天有点抖 对对 因为见到千玺非常的紧张 大家千万不要抖 要心情淡定 对这会影响一泡好茶的滋味 好的 稳定地拿起茶之后呢 看到九十度往下出汤 蒸汽九十度往后上升 所以这样出汤它就是一个完全不会烫到手的状态 然后茶汤的颜色也可以很清晰地被玻璃的公道被砍到 对 这个是我们盖碗的一个使用 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盖碗 刚刚是不是觉得它很利落 就是 对 一下就都几年了 对 绿茶其实就是不用闷太久 然后因为它比较鲜嫩 喝绿茶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很多 就像之前大佐哥说了 绿茶有很多多分类物质 可以清除自由基卡氧化 会有很多肮酸类物质 比如精神比较疲惫的时候 多摄入肮酸类物质会让我们思绪变平和 对 但有 怎么办 我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想问你 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都知道 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绿茶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从头到尾在提绿茶 你不给我提一下蜂蜜吗 要要要 非常重要的就是蜂蜜 是因为绿茶里面多分和咖啡因类物质 虽然很好 但是对胃会有一定的小刺激 所以会有一些人可能不大适应 这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调饮方式 就是加适当的蜂蜜 既可以减少绿茶的苦和色 又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肠胃 所以这个就是绿茶和蜂蜜 这个绝佳组合 对于身体的好处 就是对胃不好的人是相当相当友好的 对对对 然后也可以就是清除肌肉机和看氧化 是 好 今天我们要特别地感谢我们小九老师的分享 谢谢他 谢谢 来 谢谢我们回到这边 怎么样 就是这堂茶文化课还满意吗 就学到了几个知识点 我感觉你回头会真的认真的回家的时候 会一个人的时候默默地按照今天学到的这个做一次 对 对 回的 那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堂课呢 相信我们现场和我们线上同步观看我们发布会的朋友们 应该呢也已经感受到了康师傅绿茶的真诚可贵和清新活力的品牌个性 千玺应该有感受到 对不对 是的 很用心 而且很清新 很用心 很清新 那其实炎热夏天呢容易身体困乏 来一瓶康师傅绿茶 为我们的身体呢注入清新的活力 刚刚老师其实教了这么多的知识点 接下来就是考验千玺听课成果的时候了 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千玺对于康师傅绿茶的了解程度到底有多少 我们要请工作人员给我们来上一下道具 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但是又有一点点难 怎么的呢 我们今天的现场啊 为你准备了两瓶绿茶 但是呢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走到这边来 你看 就需要盲猜 这个是一号 这个是二号 我们工作人员啊 太有意思了 这颜色它都不一样 对吧 好 这样 我们这不是盲猜吗 它颜色它都不一样 来 没关系 重点就是呢 接下来千玺在不看包装 看到颜色的前提之下 经过品尝 来看看分别能不能够分出 分别是什么样的口味 好不好 好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号 这个是什么口感 蜂蜜吧 应该是蜂蜜 就蜂蜜的味道很明显是吧 对 很明显 那茶的味道也很明显吗 也很明显 好 第二个 金橘的味道很明显 所以这杯应该是我们的 都学会抢答了 来 再来问一下 一号是我们的什么绿茶 蜂蜜 二号是 给你们厉害的 来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答案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刚刚觉得这瓶 是我们的蜂蜜味的绿茶 我们把它打开 恭喜你 回答正确 这个时候我要说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我身边的千玺 不愧是我们康师傅绿茶的 品牌代言人哪 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了解了 来 接下来呢 这样好了 我们走到中间 我们来考一考我们 现场的观众吧 好不好 你们都这么会抢答 我们一起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是我们品牌代言人的 好朋友 对不对 请听好 接下来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 康师傅绿茶 好喝又有活力的 我喊三二一你们在说答案啊 秘诀到底是什么 刚刚那个老师是有教过我们的 好吧 有一个加号中间 然后前面是两个字 后面是两个字 你们可以告诉我是某某加某某 我们喊三二一之后 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答案 好不好 来 三二一 确定吗 真的这么确定吗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真的是太棒了 这一堂茶艺课没有白学 哇 这样的互动环节 竟然我们也津津有味 好 那接下来有一个真的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一个互动环节了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适合用 喜欢用表情聊天 你在生活当中 千玺会用表情聊天吗 会 会 会啊 因为经常我看他发的一些东西 也很爱用表情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是来玩一个表情成语 然后我们也准备了几个题目 千玺来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 哇 第一题太难了 我的天 我们要不要走到这边上来看一下 好 千玺 我们玩一个好玩的好不好 你不要直接告诉我答案 你给我编出三个答案 啊 能不能编出来 编不出来也没事 你就直接说正确的答案 肯定是绿茶加蜂蜜 绿茶加蜂蜜 所以绿茶加蜂蜜等于您代言的 康师傅绿茶 好 那么这个就是正确的答案 就是我们的康师傅绿茶 大家认可吗 认可 第二题我就真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打上来了 太阳 茶 淡 饭 茶淡饭 粗茶淡饭也不对 粗茶淡饭 粗茶淡饭 粗茶淡饭其实还有一种另外的说法 然后呢 太阳 有太阳的天是什么天 清 清 粗茶淡饭 粗茶淡饭 轻茶淡饭 你们认可这个答案吗 认可 真是一群小机灵鬼呢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正确的答案就是我们的康师傅绿茶 第二个正确的答案就是我们的清 茶淡饭 咱们掌声送给千禧 来来来来来来 再说一遍 千禧生草 你们一起说一遍 千禧生草 他代言的什么东西也很棒来着 那是东西草 谢谢你们真的感谢你们 好吧 现在时间到几点了 帮我看一下 七点多少 七点 干嘛 我们现在在原地打转是吧 22是吧 好 那刚刚呢 我们其实也非常的感谢千禧 还没到结尾 不用担心 千禧来到我们康师傅绿茶品牌发布会 跟我们分享她保持清新活力的一个秘密 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环节 麻烦各位拿好自己的相机 要好好拍照 好不好 来 让我们回归主题 让千禧跟我们一起来开启 康师傅绿茶 清新活力的秘诀 我们请工作人员来上道具 这个时候可以点点音乐 BGM老师 来 对 可以自由地发表你们想说的话 好 也不用太多 好 你先拿这个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千禧呢 要把清新活力的康师傅绿茶放到这个装置当中 揭开我们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一个秘密 然后请大家呢 然后请大家呢 也请先留意一下我们舞台这边的这个宣传屏 等一下会有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 就是千禧呢 把我们的康师傅绿茶一放到这个装置当中 我们的风潮边框里就会随之浮现出别致的光影 这就是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最终奥秘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全场跟我一起来倒数 请千禧来开启我们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秘诀 好不好 我们五个数的一个倒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没错 我们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秘密就是 绿茶加松蜜 清新添活力 带来活力 好心情 好了 今天呢特别的感谢千禧呢能够来到我们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品牌发布会 那么今天呢 嗨嗨嗨 我给你们谋福利呢 别着急啊 先请工作人员把这个给我撤下去 你都不知道要干嘛吧 因为是这样子 是这样 来 先走到这边来 因为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渠道跟报名的方式来到我们现场来的 其实能来一趟也特别的不容易 而且这段期间其实见一面也挺难的对不对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呢在一一不舍的和千禧说再见之前 我们邀请千禧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一场大合影好不好 开心吧 开心 来千禧 我们请千禧到这边来 然后请我们的摄影师 然后你可以转过来 然后跟他们一起啊 来来来来 上来没关系没关系 赶紧亮出自己啊 你们的秘诀就是你们的眼睛能看到这个机器 要不然你们被挡了你们就拍不到了啊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千禧最后吧 最后再给大家送两句话吧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也请大家记得多多的支持一昂千禧 支持她各种各样的全新的用心的作品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一昂千禧代言的康师傅 谢谢千禧 谢谢 谢谢 好 给你们